今天我們請到義健堂中醫診所的吳敏昌醫師 吳醫師 你好 你好 吳醫師 今天你講這個話題很闊 就是講痛症 我見到很多長者都有痛症的問題 但你說原來痛症 有些研究都達到九成 是啊 有超過九成的長者都有一個痛症問題 是 但我聽到你都說 最可惜很多長者都很遲才處理 嗯 其實在這個病來講 越早去治療的話 效果會越來越好 但原來有五成的長者 其實沒有超過一年他們不去看 是啊 不如我們舉一些實際的例子 例如說 如果講痛症 膝頭肛我想都是挺大的重災區 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得好些 中藥 還是有其他方法 我們簡單的日常保健的話 可以敲一個我們下肢的膽經位置 都會有助減緩下肢的疼痛 是 膽經在哪裡 膽經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大腿的外側 大腿外側 對 坐正大腿的外側 對 坐正大腿的外側 對 坐正大腿的外側 我們可以用一個手像 一個虛掌的形式 就是拍打這個大腿外側的位置 由這個 什麼叫虛掌 虛掌的話 就是用很實的力去拍 OK 由哪一個位置拍到哪一個位置 由我們脫量側臀部的位置 拍到這個膝頭的外側 然後可以來回拍 來回拍 可以疏通下肢的經驗 要拍多少次 我們不是計算次數的 我們每一次可以拍大概兩至三分鐘 OK 拍大力也會不會好一點的意思 不要太大力 我們剛才說了用虛掌就可以了 就是不用用虛掌咪下去拍 對 不用虛掌咪下去拍 OK 希望大家透過去看醫師 另一方面接受治療的時候 自己都可以做一些家居 去幫一下自己的方法 就是拍感驚 對 拍感驚 1 2 3 1 2 3